小热子的综艺有多会整活 为了整顾艺人 什么损招都想得出来 第一个倒霉的爱是池奇 他为节目组给忽悠来看艺人的结婚录像 并且还要猜出艺人的名乃 正在他聚敬会神的观看时 突然 新郎瞬间从屏幕里窜了出来 池奇被吓得瞪大了眼睛 他还在想这到底是谁呢 然后就赶紧回头看了眼屏幕 结果屏幕里的人正在盯着他汗 第二个倒霉蛋是大川 该说不说这妹子是真漂亮 节目组同样告诉他 这是艺人的结婚录像 此时大川正在经济有味的看着婚礼上的恶作剧 突然 刚才的新郎再次被扔了出来 妹子被吓得手勾得不停地发抖 此时的他呆呆地站在原地目送新郎离开 第三个看录像的倒霉蛋是光头哥 这这么样的脑瓜子真像一颗卤的 黑这录像还挺有意思 给光头哥都看了了 突然 冲击力太大了 光头哥都不受控制的摔了出去 一次的看录像的倒霉蛋 是小日子的摔跤运动员本肩旁观 这大体格子一看就什么都不怕 笑不活了 原本充满男性喝耳朵的他 瞬间就娘了起来 而且他还被吓过敏子 不停地挠胳膊 原来还有惊吓过敏这时候 number 开花 又一次 を起用 对 二人 对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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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暑 是